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一次呀 老虎又差点被骗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就让皮皮来跟大家讲讲 钱驴技穷的故事吧 话说呀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商人外出做生意的时候 经过了一个叫钱蒂的地方 他发现这里到处都是曲折的山路 人们的出行啊 很不方便 特别是带着行李的时候就累得更呛了 而且呀 他还发现 这个地方竟然没有驴子呢 要知道 驴子非常善于搬运货物 可是商人们走南闯北的好帮手呢 于是呀 他就想 如果我在这里卖驴 肯定能赚一笔大钱 很快 他就用船运了一头驴到前地来 可没想到这里的人们啊 对驴压根就不感兴趣 这个商人等啊等 顾客没等完一个 倒是驴子已经把草吃光了好几车 都快把它吃穷了 于是他一气之下 就把这驴丢在山里 不管了 哎 这可把驴子高兴坏了 他每天在山里呀 都吃吃 稀啃啃 开心得不得了 不过这时 他已经被一只老虎给盯上了 这老虎吧 也没见过驴 但他看驴子体型比他高那么多 觉得他肯定不好惹 说不定还是什么神兽呢 所以啊 最开始的时候 老虎只敢躲在一旁 悄悄地看 但时间一长了吧 老虎就发现 咦 这驴儿怎么一天到晚都是在吃草 也不见它干别的事呢 就在老虎琢磨的时候 驴子突然大叫了一声 这一叫啊 可把老虎吓坏了 老虎以为自己要被这大家伙一口吞了 所以啊 赶紧玩命地逃跑 不过跑着跑着他发现 驴子不仅没追上来 而且他大叫了一声之后 还是继续低头吃草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这下老虎的胆子撞了起来 它掉头回来 一边走一边想 嗯 这驴除了会叫 还会干嘛呢 不如我走近一点看看 于是 老虎啊 就开始在驴子面前晃悠 它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嘿 没想到驴子压根不理它 老虎决定去挑衅一下 它先是蹭了蹭驴子 再用尾巴挠了挠 最后啊 它直接用自己的肉垫子 啪 拍了一下驴屁股 这下好了 驴终于有了反应 它抬起了蹄子 用力地蹬了一下 老虎一看 哈哈大笑起来 呵呵呵 你也就这点本事而已嘛 白长这么大个 不如乖乖当我的晚饭吧 于是 老虎终于露出了它的真面目 猛地扑了上去 这驴儿啊 也就只能踢老虎几下 不一会儿 就从大个子变成小可怜了 这就是钱驴继穷的故事了 接下来 欢迎来到皮皮的成语小讲堂 在这个成语中 穷呀 在这里可不是没有钱的意思哟 而是用近了 用完了的意思 所以呀 钱驴继穷的意思就是 这只钱帝的驴本事很有限 后来呢 人们就用这个成语来形容有些人没有什么真本事 仅有的本领很快就用光了 当我们在运用这个成语时 可以这样说 他懂的东西不多 现在已经钱驴继穷了 小朋友们 你们学会了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 拜拜